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真昌近日因深澳电厂发电议题受到关注,桃园市长郑文灿今天上午接受扣扣早餐电台节目专访被循集此事,他说深澳电厂是重大议题,不能让没有资料的苏真昌去辩护。 主持人周宇寇分析指出,民进党有些候选人是被押注打的,加上一些负面新闻,会让支持民进党的选民选择不表态,不来投票,有可能成为一个很大的致命伤,对此郑文灿坦言,选民整体表态度确实偏低,但也说目前民进党执政现实,都能看到明显政绩。 至于年底选情,郑文灿则说,是地方跟中央的执政价值挑战。 此外,郑文灿认为,深澳电厂为重大议题,新北市不可能没有电厂,至于用电药如何不污染,怎样的污染减量能被接受,都为整体国家的重大问题。 他呼吁经济部,台电影作出说明,不能让没有资料的苏贞昌去辩护,至于促转会前主委张天钦诗严逢波,郑文灿则已在好的飞机都会遇到乱流一说来比喻,但强调乱流过后就会回到正常轨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